有时尚界奥斯卡之称的Met Gala最近在纽约举行 和很多国际级的盛事一样 近些年不少华人面孔都在Met Gala的红毯上有过惊艳的亮相 今年杨幂就受某品牌的邀约出席盛会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 简称Met Gala 周迅 赵薇 高原院 范冰冰 张子怡的女明星都在这里留下过身影 今年第一次受品牌邀请的杨幂跟着踏上了红毯 自己也没有去过 然后也没有人会陪同你进去 所以其实而且现在又有时差 所以整个人就是在积极地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这样 一年一度的盛会每年都会邀请到全世界不少名人参加 今年也是如此 在杨幂心里也有个偶像想去见见呢 先想的有很多 但是等一下会想要看瑞哈娜 对 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在众多女明星中 杨幂算是在时尚圈花上大功夫的 除了每次出席活动都要精心打扮之外 由她引领的一场机场街拍风也刮的是风风火火 我自己也会看一些国外的我很喜欢的街拍 然后我的微信里面有很多的代购 然后我也会经常买 然后也很喜欢看 不过大秘密的时尚宝典里并非都是不败的套路 其实她也是在买买买中成长起来的 就瞎买呀 我也有很多买失败的衣服 然后就送人或者就是 基本上就送人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快让杨幂来传授一下 今年春夏都有什么流行趋势呢 可能我个人今年春夏会比较喜欢 露肚脐的这种 虽然我肚子上肉肉挺多的 但是不妨碍 我有一个爱美的心 对 现在新天地编辑报道